可爱的吉祥物雄幸福和龙平安 担任地震防灾外语推广影片的主角 影片共有英语、印尼和越南三种语言版本 透过活泼易懂的影片介绍 让在基隆的新住民和外语人士 能够学习到正确的地震防灾知识 让新住民朋友觉得帮助很大 会 会更安心 也知道怎么去处理 比如遇到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也知道要怎么去处理 那个时候是我的老板 我的老板你不用担心这里很安全 所以我们都知道要怎么做 那个时候老板也教我 你不用紧张 要把门打开一下 然后我们都在坐着下面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国也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懂那个意思 这项深具意义的防灾推广活动 是由基隆市消防局和市政府综合发展处 特别结合海洋大学 跟台湾防灾产业协会 共同来策划举办 他们我们会针对地震来临的时候的一个避难 还有一些避难措施 还有避难包 还有避难发生的时候 那我们之政要怎么保护自己 然后呢 要再怎么样去 第一时间的应变 加强应变的能力讨生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升 这些外语人士 还有新住民 他们对防灾的一个观念 其实消防局非常的重视 生活在基隆的这些外国朋友 不管是结婚过来的 来读书 来工作 甚至来这边旅游跟玩的 我们希望说 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 告诉他们 我们台湾有哪些防灾的一个 就是工作 然后遇到灾害的时候 如何去掩护 跟如何去保护自己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做了所谓的防灾包的一个 就是准备 该怎么准备 然后该怎么替换 等等这些灾防的知识 也希望说 所有生活在基隆的外国朋友 都可以感受到我们满满的爱心 所以呢 今天除了消防局以外呢 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海大 因为我们制作了三支外国语言的影片 包括印尼语 越南语跟英文 那由海大团队来帮我们做制作 我们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 可以跟市政府一起来推动 尤其是海大有非常多的外籍生 那我们外籍生就成如刚才处长提到的 之后应该会到千人以上 那我们这边的外籍生 跟基隆市原来的这些外籍住民 在地震防灾的宣导上面 其实非常有必要来推动 尤其是基隆市也是有刚才提到 有非常大的一个地震在过去发生过 由于基隆的新住民 再加上来求学与就业的人数 估计有好几万的外籍人士 基隆市消防局和市府纵发处 希望将防灾宣导落实到各族群 让新住民朋友在面对地震灾害时 能保持冷静并采取正确的行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